相关的药物在新冠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 要加强对这些对症治疗的药物以及抗病毒药物 包括中药、西药等这些药物 包括抗原试剂进行一定的准备 同时基层的医疗机构 因为通过分级分类的救治 有很多的感染者也会选择居家治疗的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要求基层的医疗机构 还有药品的零售网点等等 也要做这样的准备 这样的话来保证我们人民群众药物的这样一个可及性 那么我们也会通过多种方式 让大家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以及如何使用抗原试剂来保证用药的安全 最后也要提示大家 没有必要我们去囤积和抢购药物 应该说随着我们整个的工作的这样一个部署 无论是在药品的销售网点 还是在我们的医疗机构 应该说这些药物是充足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